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GlobalCan对全球185个国家和36种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统计显示 肺癌在肿人口和男性人群中位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首位 而乳腺癌是女性发病率和死亡率首位的肿瘤原因 肿瘤癌是女性发病率和死亡率第四位的原因 癌症是恶性肿瘤 发病原因有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 表中列出了与环境因素相关的危险程度以及它们的程度的比较 可以看出 寄生虫细菌和病毒感染危害程度比较高 尤其是病毒感染占到感染因素的绝大部分 说到病毒感染与肿瘤的关系 我们先讲一下佩顿罗斯的故事 佩顿罗斯被誉为是肿瘤病毒之父 也是196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你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就是最初交给佩顿罗斯的携带肿瘤的普利茅斯时机的照片 1909年 美国长岛的一位农民 发现他的养鸡场里有一只鸡右胸长了肿瘤 他怕这可能是一种传染病 会威胁整个养鸡场 就把这只鸡拿给了当时在纽约罗克菲勒医学研究所 研究动物肿瘤的佩顿罗斯博士 罗斯博士为这只鸡做了活检 确定为肉瘤 他开始研究肿瘤从一只鸡传染到另一只鸡的机制 想要通过这样的研究预防传染的发生 令他兴奋的是 无论植入的是肉瘤组织本身 还是碾碎过滤除去了肿瘤细胞和细菌的肿瘤组织 被接种的鸡都长出了肉瘤 罗斯在世界上首次证实 病毒可能会导致恶性肿瘤 1911年 罗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官方刊物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刊登了罗斯的发现 而罗斯的发现引来了科学界的一片嘲笑 当时人们很难理解罗斯的发现 他们认为罗斯的实验中去除细胞组织 之所以又引起了肿瘤 只是因为长出的并非肿瘤 或者肿瘤细胞未被过滤干净所导致的 因此 罗斯也放弃了这项研究 之后数十年 病毒致癌的观点被树枝高歌 1940年 引起肌肉瘤的病毒被电子显微镜证实 随着20世纪医学的发展 研究人员对病毒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并意识到病毒是某种肿瘤的原因 1955年 Virology杂志报道了罗斯对肌肉瘤的研究工作 1966年 据那次重大发现55年后 85岁高龄的佩顿罗斯 获得了洛贝尔生理医学奖 导致肌肉瘤的病毒被命名为 罗斯肉瘤病毒 现在我们已经明确 有些病毒能引起癌症 有一些病毒与肿瘤高度相关 我们把这些病毒称为肿瘤病毒 肿瘤病毒通常是逆转路病毒和DNA病毒 在它们的增值周期里有双链DNA的阶段 这样它们的基因组有可能整合到宿主基因组当中 激活原癌基因或抑癌基因表达 也可以产生病毒癌基因引起相关肿瘤 表中列出了抵制的主要肿瘤病毒和相关的肿瘤 及病毒产生的致癌基因 也叫病毒癌基因 在癌基因发现之前 科学界一致认为 癌症是由病毒癌基因所致 来自美国的Michael Bishop和Hallod Farms同时发现 肉瘤病毒所含的致癌基因 在鸡和其他哺乳动物正常细胞的基因组也能找到 因此他们认为 不是由于病毒的侵入导致癌基因进入细胞 癌基因的产生是由于正常的细胞的基因发生变异所致 而这种基因被称为原癌基因 原癌基因的发现为癌症的早期诊断和预测 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原癌基因是在正常机体生长发育过程当中 表达的细胞基因 根据表达产物的功能 可以分为生长因子、受体、基酶或转路调控因子 与多种肿瘤的发生有关 主要作用是影响细胞增殖 分化细胞周期和凋亡 导致细胞转化 原癌基因突变或表达增加 而成为癌基因 表里所列出来的 是常见的原癌基因的功能分类和相关肿瘤 正常细胞还含有 异癌基因 异癌基因的表达产物通常参与DNA和染色体的损伤修复 抑制细胞分裂 诱导细胞凋亡 异癌基因功能丧失 会导致癌症的发生和发展 表中列出来了 异癌基因的种类 还有它们的功能 肿瘤病毒或一些致癌的理化因素 可以使正常细胞当中的原癌基因活化或高表达 或者使抑癌基因失活或低表达 导致正常细胞异常增生 转化为癌细胞 引起癌症的发生 原癌基因扩表达的机制 主要通过基因突变导致活性升高 基因拷贝数增加导致表达量增加 或染色体重排导致基因表达量或活性增加 而抑癌基因失活或低表达的机制 与此相同 但结果恰好相反 关于肿瘤和病毒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谢谢